那我們就把這裡當作最大的KTV 這裡我們就可以好好聊事情好不好 就設定嗎 幫幫嘛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列126人死亡 而0到6岁幼儿是免费领取5G快篩设计 预计6月1号实施 借达波罗传统领袖高震治医师的离世 让各界万般不舍 人物百宝箱要来回顾他对原民社会的贡献 关注今年国内疫情是再度的掀起波澜 在连日外人确诊持续来冲击民生产业 所以昨天的立法院就通过了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延长到明年的6月底 而在26号行政院也排版通过新一波的振兴方案 那总计的将会投下了345亿多元来救经济 要补助受冲击的观光 餐饮 艺文等产业 还有失业劳工 那总计的将会有89万多人受惠 请问委员会对以上13结论有没有意义 好 没有意义 本案做如下节议 本案同意延长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 及其特别预算事情期间是112年6月30日 27号院会无意义通过防疫纾困特别条例及预算 延长一年到明年的6月30号 而朝野党团在26号进行朝野协商时 也火速达成共识 因为考虑国内疫情发展变化快速 可能在今年6月30号即将借满的纾困振兴 与特别条例前画下据点 因此延长一年让相关防疫作为 设备物资跟医疗量能得以持续整备 目前确诊数较高 由于民众自主减少外出用餐或休闲旅游 这难免会对有些产业受到影响 针对这些特别受到影响的产业 比如餐饮会展观光运输艺文等 政府有必要审慎评估务实规划 启动新一波的振兴作为 那总个我们可以看到合计 整个我们这三大面向的振兴的一个方案 可以受惠的人数可以达到89.9万人 那整个经费我们一共会补助 345.6亿元的经费 尽管行政院26号拍板投下 345.6亿元振兴经费 但27号行政院长苏贞昌一早到新北市 视察药局防疫工作流程时 接受媒体访问 针对外界质疑国发会振兴措施不够力 认为要先纾困再振兴 苏贞昌则回应因为疫情情况不同 今年以振兴为主 去年我们政府有规定一些禁止措施 今年又不一样 我们要渐渐走入正常生活 我们针对这一段期间 许多民众自主防疫减少 到餐厅减少出游 确实有受冲击 所以我们用正心的方法 来帮助餐饮业 现在已经有一万八千多家申请 而且我们还有名额 苏贞昌也提到 今年没有禁止内用跟出游 出口依然畅旺 制造业也正常 而新一波的振兴方案中 有55亿会用在观光产业 包括旅行业者团体旅游 自由行旅客 观光旅游业等奖励振兴措施 预计9月起分两阶段上路 约翅新闻 金亮迪夫陆婉 立法院台北市新北市采访报道 接着来看到的是 东海岸的著名景点月洞 那它是拥有天然的中乳石洞 那因应疫情逐渐扩散 那封冰箱公所呢 就宣布了月洞油气区 即日起到6月20号呢 是暂停对外开放 那另外看到是在 这个青部之子海上古道部分 则是正常营运 不过进入园区呢 要遵守防疫措施 过去人潮爆满的景点 如今却异常冷清 这里是封冰知名景点 清不知止海上古道 受到疫情的影响 游客数量大幅度锐减 不过还是有游客远道而来朝圣 疫情紧绷就是更要出来看一看 才能放松 放松紧绷的心情 第一次来古道这边吗 古道这边是第一次 厢长提到4月开始 乡内接连出现确诊病例 连带造成 越动游戏区部分员工确诊 口量近期 园区内有平台修整工程 进行及降低游客染疫风险 园区规划暂停开放到6月20号 而海上古道部分则持续营运 游客入园则必须配合防疫规定 越动就是总共有7位的员工 那刚好在昨天早上也4位有确诊 那基于员工的健康 以及游客的健康 还有我们刚好也有两个工程 必须要施工 所以刚好趁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 修运的一个状况 那原则上就是从 今天开始到6月20号 越动游戏区从民国90年 开始收费营运 天然的中乳石洞穴生态 每年吸引上万名游客到访 工作也表示 今年疫情严峻 乡内各大景点游客 瑞景几乎不到五成 目前只能以防疫优先 暂时关闭 降低部落蓝疫风险 云市新闻找到BIT和林峰斌 采访报导 好 鼓励长者来接种疫苗 屏东县政府就配合中央 除了提供接种疫苗的 长者500元以下的未教品 那即日期到6月底 还加振两剂的快筛 那不管是接种第一到第四剂 都会提供 为鼓励长者接种疫苗 避免感染即降低重症或死亡风险 平县府宣布6月30号前 施打疫苗的65岁以上长者 或55岁以上原住民 加码送两剂单剂型快筛试剂 呼吁尚未完成接种疫苗的长者 永远施打 65岁以上长者 原住民为55岁以上 未完成COVID-19疫苗 第1、2剂 基础加强剂 以及第一次与第二次 最佳剂接种者 提供500元以下 未教品之措施 延长至111年6月30日值 并加码每人 发送两剂快筛试剂 疫情严峻 屏东原乡许多文件站 都积极宣导疫苗接种讯息 希望提高长辈疫苗接种意愿 提升长者的保护力 我觉得这是可以鼓励 因为在原乡地区 其实疫苗的注射率 不是那么的高 那我们自己在文件站 也常常跟长者宣导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站在 目前的施打率 已经达到90%了 根据平县府统计 截至5月26号 65岁以上长者 新冠疫苗施打率 第一剂85.16% 第二剂79.74% 第三剂68.48% 第四剂22.93% 另外55岁以上原住民施打率 第一剂为83.26% 第二剂75.65% 第三剂57.07% 第四剂为6.37% 原乡所有数据都比权限还低 希望透过催打方案 鼓励长者接种疫苗 提高疫苗覆盖率 原时新闻歌手 平中码加平中市采访报道 政府最近是推出了65岁以上长者 或55岁以上原住民施打疫苗 就可以免费来获得两剂的快筛 而在桃园市又在加码 下周开始 只要是弱势家庭 和65岁长者 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 还能够再获得桃园市府配送的 两剂免费快筛 桃园复刑区快筛荒 5月中桃园市长承诺加码快筛量后 在27号桃园市议会总质询中 卫生局长表示 目前原乡快筛已经没有短缺情形 但除了中央近日宣布 65岁以上长者或55岁以上原住民 只要在6月底前接种疫苗 就能获得两剂免费快筛外 下周桃园市将在加码 配送长者两剂免费快筛试剂 目前我们发放的原则就是 以长者施打这个疫苗 我们就发两剂的快筛开始 不是 这个是现场发的 下礼拜开始 用配送的 我们请各区公所 我们总共准备了 大概63万剂 那么由区公所 透过个礼 发到每一个长者的家庭 那我们配送的是 65岁以上的长者 每个人两剂 然后原住民是55岁以上的长者 每个人两剂 原乡快筛试剂荒初步止血 而中央26号也宣布 防疫相关纾困振兴措施 将延长到明年6月底 议员也关心安心即时上工 在原乡地区执行成效不错 建议借着纾困延期机会 也增加都会区的工作职缺 原乡它虽然面积大 但是它的人口数 就是9比1 大部分都在都会区 我说既然它延起了 我想这个都会区的都市部分 能够释出更多的工作职缺 80个小时 每个小时160块算 就是14800块 如果加上防疫津贴是2000 就16800块 那这个计划 我想都会区的原住民是有需要的 我请劳动局跟原民局我们来研议 目前桃园市政府统计 65岁以上长者有32万多人 55岁以上原住民有12000多人 再额外获得两剂免费快筛外 另外中央发放中低收跟低收入户 每户5剂的免费快筛 目前弱势家庭加上长者 总计有44万剂的免费快筛 都在下周由区公所配送 原市新闻 本土疫情持续升危 昨天是新增了9万4808例的本土病例 跟126人的死亡 也创上了疫情的最高峰 那另外疾管署是表示了 0到6岁的孩童凭健保卡 就可以到这个6月1号到30号 前往快筛实名制的贩售据点 免费领取 那为了要减轻 这个有小朋友的家庭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们将免费提供0到6岁的幼儿 就以每一个幼儿为单位 他有5剂的家用抗原快筛 4剂 那开始的可以领取的时间是6月1号 那我们暂定发到6月30号 那我们对象是2016年1月1号以后出生者 那他都可以凭着健保卡去领一份 就是五人计的一个家用快筛 那领取的地点原来是我们的将近这5000家 4900多家的贩售药局 快筛实际实名制健保特约诊所 0到6岁幼儿免费领取5剂 家用抗原快筛试剂 预计是从6月1号实施 那领取的期限为6月30号 将会一身份证字号的尾数单双号 来进行分流 那单号呢 就是礼拜一三五 双号是礼拜二四六 而周日呢 是都可以领取 还没有健保卡的新生儿 或后续出生者 仍然可以在拿到健保卡之后再领取 另外呢 这个目前快筛实名制 已经有900万人购买 各个药局的据点呢 是每天稳定供货 已经不需要排队购买 而台东县的教育处呢 在本周就公告了 要停止这个实体课程一周 持续线上远距教学 但是由于这个疫情是人处高峰 加上台东县内的这个 国小疫苗施打率是偏低的 那为了减少学生跟在校的染疫风险 台东县教育处呢 将这个远距教学的措施 再顺眼一周 看着平板电脑荧幕 老师正透过视讯指导学生 如何解答数学题目 为了减少学生在校染疫风险 台东县教育处原本本周 暂停实体课程 改由线上远距教学 但由于疫情仍处高峰 这项措施继续延到6月5号 专家是说这个礼拜的疫情是高峰吗 其实学校这样停课 我是觉得还不错 对于没有打疫苗的血统来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对于我们上班的家长 其实孩子的去向有点困扰 因为不是每个家庭都有 还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忙过孩子 教育处表示确诊个案的循环出现 但学校失声不断地反复停课 复课也造成教学上的不稳定 如果家长在停课期间 有照护及用餐困扰 孩子仍可到校 学校会妥事安排课程及照顾用餐 未来是不是要再停课下去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考量的因素 我们会综合判断来做这个考量 国小没有打疫苗 大概也是决定要停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希望说 在最近赶快把小朋友的疫苗给打好打满 此外在儿童疫苗接种部分 停止实体课程期间 如果遇到学校安排疫苗接种日 学生还是要到校安排施打 台中线儿童BNT疫苗27号起开始施打 希望提高疫苗施打率 来增加学童的保护力 云市新闻物举台东达人三方报导 好 继续来关注的是台东县金峰巷 正新村借打部落传统领袖高震治 在17号是因为染疫过世 他的族亲在昨天是举办了告别式 有各界人士也都到场送高震治医师 最后一程 那原明会主委一将法洛尔也颁赠了一等 原住民专业奖章 表扬高震治在原住民族证明运动 以及医疗服务领域当中的贡献 卡拉达人届然部落传统领袖高震治告别式 27号在台东金峰乡振兴村举行 各界人士到场致哀 原住民歌手胡德夫也在现场演唱 希望用歌声送高震治医师最后一程 由于高震治生前 智力争取原住民族权益 倡议部落自治 同时也关心偏向医疗及文化附赠工作 对原住民族社会贡献相当大 原明会主委一将法洛尔也特别颁赠 一等原住民专业奖章 表扬高震治担任国大代表期间 为原住民族证明运动的贡献 在1994年之前 我们所有的原住民都叫山包 都叫山地人 甚至还有人骂我们是黄纳 1984年原运航体开始主张 要求我们台湾的国人 要把我们改称为原住民 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任务 就是今天我们送给的高震治国大代表 一将巴鲁尔表示 在国民党时代的惊涛快浪中 高震治能在国大议场中排除众议 是原住民族证明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而高震治用尽一生为原民争取权益 传承部落文化以及关心偏向医疗 他为族群无私付出的精神 也永存在每个原住民的心中 原事情我们驾驾的台东清风采用报道 在医生当中传承部落文化 并且关心偏向医疗无私付出的高震治医师 他的离世是让各界万般的不舍 那接下来的人物百宝箱 要来介绍他的生命回顾 他从小就勤学 也考上了台大医学系 曾经在兰宇、津峰、卫生所服务 行医是大约有40年左右 从1991年到1994年 兼任国大代表的时候 更是领衔提案修宪 把山包改为原住民 对原民社会是贡献良多 高震治医师 1950年出生在台东县 居峰乡的身上 1952年政府把该部落人口 集体迁到海边的泰玛里街附近 他大学就读医学系 也常修人类学系课程 曾在兰宇、卫生所等地 行医多年 30多年前回到金丰乡 卫生所服务 65岁退休后 继续在金伦村开立南岛诊所 到今年初 前后行医约40年 他非常地努力在看诊之外 同时以他致力 以这个部落大选 南岛社区大选 在当中常常办一些论坛 邀请一些学者专家 谈论有关原住民健康 原住民文化的这些议题 1991年到1994年 高正次接任任国大代表时 敏贤提案修宪把三包修正为原住民 1994年7月28号表结时 未达75%的修宪门槛 他立刻冲上发言台 临时动应重新表结 才以75.67%惊险通过 立委称天才 特别把当时国民大会的议事录 整理成车后 5月25号特别赠送给家属 我们高国大代表 确实是一个三包证明 修宪案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推手 所以今天我特别来向他致意 并且呈现他 他在这个民国83年 三包证明修宪案的时候的一个议事录 让我们的乡亲 尤其是家属 能够获得最大的安慰 那一次若不是高正次高国大 他很勇敢地上去提议 重新表结 我不晓得我们原住民的权益 到现在还什么样的状况 我那时候自己本身是 执行工作着也非常的紧张 很感谢我们的高正次高国大 对大哥来讲 因为他人已经走了 他还在世的时候 念之在之 他认为原住民三个是入线 在当时是一个跳跃性的改变 对他来讲也是他人生的一个亮点 高一世生前资历向国家争取原住民主权益 倡议部落自治 对原住民主社会贡献相当大 而高政治的离世也让各界感到相当不舍 原住民主社会贡献相当大 台东京风采访报道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晚报新闻 如果您有任何的新闻题材 请拨打原始专线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屋马斯 我您的美好迷藏 像我们的巡回点 我们每个礼拜会去古关一次